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一套真题的最后一个部分 Translation Translation呢 大家要牢记之前跟大家讲过的翻译的六字原则 叫做增减转换调整 好 那么我们就一起来利用一下这六字原则 来看一下这道真题 这道真题讲的这个主题 又是关于我们的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讲到的一个中秋节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一套真题的最后一个部分 我们还是分段来分析一下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在中秋时节庆祝分收 这与北美地区庆祝感恩节的习俗十分相似 过中秋节的习俗与唐代早期在中国各地开始流行 大家会发现这句话在中文当中我们有三个句号 那么在英文当中我们能不能把它稍微整合一下 把一些逻辑关系把它给显化一下呢 比方说第一句话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在中秋 中秋时节庆祝分收 这与北美地区 好 看到这大家会想到哪个结构 应该是想到的定语重句吧对吧 OK which is very similar to 好 可以用一下这个结构 好 下面一句过中秋节的习俗与唐代早期在中国各地开始流行 这句话应该不难吧 至少你也可以想到一个结构叫做 became popular 对吧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自古以来 注意一下自古以来的说法 since ancient times the Chinese people have celebrated harvests 庆祝福丰收 好 在中秋时节 in the mid-autumn 好 注意一下用了一个定语重句 which is quite similar to the custom 好 庆祝感恩节的习俗 the custom of celebrating 感恩节 没有问题 Thanksgiving in North America 下面一句 the tradition of celebrating the mid-autumn festival 注意一下中秋节的说法 大写 mid-autumn festival became popular all over China in the early Tang Dynasty 注意一下 Tang Dynasty 同样也是capitalize 第一个字母 大写 对 那么当然 在中国各地开始流行 除了用这样子的一个形容词 became popular 你也可以用它的名词形式 比方说 这个gained popularity gained popularity这个结构也是可以的 好 这句话需要大家重点关注一下 叫做中秋节 在农历八月十五 是人们拜月的节日 这天夜晚 好月当空 人们合家团聚 供上明月 首先 有一个叫做 农历八月十五 不知道这个 大家在积累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wars的时候呢 有没有积累到这样子一个表达 农历八月十五的表达 我们待会看一下应该怎么说 好 并且这一句话 中秋节在农历八月十五 是人们拜月的节日 我们怎么来把它进行整合 我们可以把它的这个主句给找出来 就是中秋节是人们拜月的节日 那么在农历八月十五 把它给处理成一个插入成分 好 下面一句 这天夜晚 好月当空 人们合家团聚 供上明月 那么我说过 中文是一门比较重复的语言 英文当中 往往我们可以把它整合一下 把这些冗长的 累赘的表达 把它给省略掉 那么这天夜晚 好月当空 以及后面的供上明月 我们能不能把它进行一个整合呢 好 一定是可以的 来看一下 The mid-autumn festival falling 好 再啊 哪个节日 在哪天 经常可以用这个词叫做fall falling on the 好 看一下 农历八月十五的说法 The 15th day of the 8th month of the lunar calendar 农历of the lunar calendar 好 然后八月十五 就是第八个月的第十五天 那么其他的表达 大家都可以参照 这一个表达 下面 It's a day It's a day when people worship the moon 拜月 worship 好 看一下 下一句话我说 可以用到一个整合 调整 At that day Family members get together And enjoy the bright moon in the sky at night 大家会发现 它这边是怎么整合的 就是说人们和家团聚 共赏这一轮 当空的好月 当空的明月 就是变成了 Enjoy the bright moon in the sky at night 好 希望大家可以受到一些启发 这句话比较简单 2006年中秋节被列为中国的文化遗产 2008年又被定为公共假日 主要是文化遗产的说法叫做cultural heritage 以及被定为一个什么假日啊 这个动词用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 in 2006 the mid-autumn festival was listed as a china cultural heritage and in 2008 it was designated as a public holiday 注意一下这个词 被定为了一个什么节日 被规定为了一个什么节日 命名为了什么 叫做be designated as 记得一下 好 最后 月饼被视为中秋节不可或缺的美食 人们将月饼作为礼物馈赠亲友或家庭聚会上享用 传统的月饼上带有寿福或和等字样 那么这句话 同样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句话 我们能不能把它进行一个整合 用英文当中的一个长句啊 中间加一些逗号来把这句话给表达出来 月饼 我们可以怎么说 月饼是被人们作为礼物馈赠给亲友或家庭聚会的 那么这个不可或缺的美食 中秋节上不可或缺的美食呢 同样可以把它处理成一个定义丛句也好啊 或者用一个同位语把它给引出来 The moon cake 不可或缺的这个形容词叫做 indispensable an indispensable delicious food of the festival 你看一下用的是同位语结构 is given as a gift 好那么这边发生了一个视角上的转换 本来是一个主动的我们现在变成一个被动 就是我们说的转换的原则 is given as a gift to relatives and friends or enjoyed at family gatherings ok 好 下面一句话 下面一句话上啊 这句话主要是这个带有什么什么字样 看一下他用的是啊 traditional moon cakes are imprinted 或者说stamped 印有这样子的一些字样 with chinese characters with such meanings 啊有这样的一些意思的 你看这就是合理的增议 as longevity happiness or harmony as such meanings as 这也是一个非常常用的表达 好 通过这一套真题呢 大家再次来体会一下我们说的这六字原则 ok 这一套真题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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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